我想大家都不是很满意, 因为原本电影有毒我们有很多主持, 现在变成了一个人的电影有毒, 我都是想维持一个日子, 就是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, 因为人们说我讲话讲得多, 我就是给你看,全部我都做了,我讲了, 不是这个都是讲笑, 那个电影有毒,如果讲《金马奖》里面, 我特别会从很多角度来说, 我都觉得如果讲《金马奖》里面, 除了他老大哥之外, 他已经很早就定了提名的奖项, 就到今时今日来说, 都是我们《华人电影》里面的分类, 他就分得比较多一点, 你不要说完整,但是他多的, 一直以来我们叫金像奖的发展, 因为初初发展的时候, 都是一个叫做电影双周、影评人, 来开始我们那个电影金像奖, 去到那个时候, 只将金像奖送给业界, 给业界他们发展, 对一些影评人来说, 这个反而是好一点的, 因为影评的角度, 和工业人的角度, 它有不同的眼光之余, 我觉得最大的重要就是, 当一个电影, 如果你去到那个奖项, 你想的那些奖项里面, 会多些工业性, 可以触及到电影里面的技术层面的时候, 有时影评人会觉得负荷太重, 因为它有些技术性的问题, 未必是每一个影评人都有兴趣去跟的, 你会看到它的发展里面, 那个金像奖都有技术的, 那个部门多数有一个秦序见尊, 见步行步, 当那些技术范畴, 它有一个叫协会的出现的时候, 就名正言顺, 就立即都要帮它们搞那个提名, 因为它们可以负责, 有很多那些, 譬如它们几个行列有几多人, 到那个叫金像奖提名的时候, 有些什么要跟, 它们都会跟到的, 去到台湾, 你会看到它的技术奖已经很早有, 但大家不是说它很早有, 就已经很完善, 你跳出来看的时候, 因为它技术奖里面的概念就是, 作为一个奖行, 还有它这个都是一个很有政府支援, 因为它都是整个台湾政府, 我都视电影是一个叫环球, 当你跟环球交流的时候, 电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精神文明, 你怎样思考, 你看东西的方式, 还有怎样跟一个时代接轨, 那些东西都可以藉着电影, 给文字更加好来表现出来, 我觉得这种前提的发展出来, 它那些技术奖行很早已经有, 有一个好处的方面就是, 你会看到它的发展, 譬如我们讲的那个纪录片, 那个就没得好讲的, 因为中港台对于那个纪录片的关心, 那样东西就做得很好, 所以它这个台湾纪录片的奖行, 就一直去发展下去的时候, 我觉得它就有一个很好的reference, 将它全部有个纪录出来, 还有这么多年以来, 你会看到纪录片, 还有有一个我们恨道飞起的, 动画的长片和短片, 在他们的金马奖就已经, 这个奖项就好了已经有了, 一扔过来香港, 我觉得香港我有一个印象, 这个都要讲出来给大家了解, 在香港的金像奖, 去到九十年代, 小线那个时期, 你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 小线在当时是没有列入金像奖的名单, 即是年度电影的片目名单, 都没有列入的, 即是在那刻那时, 其实大家都好, 那个发红箱就更加, 或者制作公司就更加觉得差异, 为何在动画里面, 因为那时是没有动画奖的, 但是它作为一个都是业界的作品, 为何它会在那刻拿不到一个至低限度那些, 因为譬如它导演, 或者是编剧, 那些都是业界的人, 有拍真人技术和声音, 就算有些你看到一个规格里面, 都会有一个考虑它行不行, 但是你不应该当它不是香港电影, 那时这个就是经验问题, 因为我们一提出来之后, 跟着都是讨论之后立即补上去, 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, 在香港譬如一个奖项的发展, 你正常的发展的时候, 都会面对这些问题, 但这些问题真的要广化去了解明白, 但不要错过, 到今时今日我觉得, 譬如一讲到这个时刻里面, 我觉得动画片都差不多有条件, 都在香港那里来的, 就会在那个, 就应该把它分开, 来列是其中的一个奖项, 因为你说动画片里面, 在香港来说, 可以包括短片和长片, 即是数量不多, 但质素不差, 譬如你发展到现在, 那时你已经头头过一二三就, 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品牌, 即是香港是一种动画的style, 怎样去做的一个品牌, 但在短片方面, 这样就非常耐力士, 因为到七十年代那时, 譬如说盧智英, 我想动画界那些都很熟悉, 我老友盧智英, 他在七十年代那时, 他自己做的那些独立短片, 都已经做得很好, 而且都会逐步逐步, 大家对他的作品, 都是一个经典的作品, 还有那时大家独立制作里面, 动画电影它带了很多贡献出来, 去到今时今日, 其实香港的动画短片相当之好, 甚至台湾其实它发展得好过我们, 他们在工业来说很早有加工片, 人才亦比我们香港一直以来都多很多, 但他们都认为如果在創作意念里面来说, 我们接触那个时代, 尤其是整个世界的文化, 电影就可以推到那个范畴, 我们一点都不舒适的, 还有他们会觉得我们整个气氛是好些的, 这个见仁见智, 但如果真的用整个原则, 他们的看法比我们硬正硬, 所以我觉得今时今日在台湾的技术掌里面, 我觉得除了你会看到它有摄影的各方面, 已经一直国际知名, 我们的认识有哪几个摄影师, 有个台湾本土的那个叫何名, 老梁救骚他都有做的, 摄影那个现在变了国际大师, 那个挪威的森林都是他做的, 那个叫何名,有无提及, 我想有些话外音,究竟是哪个, 李泽泽经常说道和风最早去台湾, 那边去拍,然后就出到来, 成绩相当好, 除了那个东西之外, 音响收音很棒, 那个是什么, 你知道这个是哪个吗, 很多香港片其实都找它做收音, 因为其实香港为什么录音的发展会那么迟呢, 因为香港的声音是很麻烦的, 录起上来的时候, 我下一节跟大家讲那些, 不过在除了那个之外, 我觉得在技术掌那些已经有很多跳出来, 而且香港也有发展, 香港变成了他们交功课的地方, 我们那时的合作性很强, 港台那裡不得不提之余, 最近李安在荷里活最大的成就不单止他自己个人, 因为他有好几部电影, 例如《少年派》或《比利林恩》玩技术, 他玩得很一流,而且他的技术尤其是《少年派》的海技术, 他做了一个特技技术词出来, 但比利林恩更劲,玩4K,玩立体影像, 玩120格的技术成就是国际级, 但他将自己本土很怂恿台湾电影, 应该与时并进,除了有自己精神作品之外, 精神产业来看外,技术都要在华人区域来做贡献, 所以他那个技术奖我觉得台湾去得很好, 出师有名,不过他最关键, 金马掌说他好的地方, 但有些不足的地方有没有呢, 我想在第4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, 好,我们第4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,有道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谢谢大家